我是個媽媽然後看到這個新聞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心痛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睡不好 那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想這個社會社會上面有很多的一個心情色色的一個社會事件 所謂的社會安全網裡頭 我們也希望說不要漏接任何一個有問題的小孩或者是成人 那蔡英文政府上來之後 集證的時候她說她社會安全網會做得比較綿密 但是這幾年來陸陸續續發生這麼多的事件 到底有沒有檢討出一套的SOP 這個我目前看不出來 是不是應該要透過各個局處 包含了這個警察局、消防局 甚至教育單位、社會局還有這個衛生單位 那是不是有來共同的來研究 要如何的來接住每一個社會安全網裡頭 就是要接住每一個可能會漏接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人的一個事件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要透過社會 整個大家整個社會上面的意識來一起做啦 柯文哲主持 要在台中辦一場那個 南方崛起的大哨事的第二場在台中 那您個人怎麼看待這個指標 因為高雄好像聲勢還蠻不錯的 那您個人看台中怎麼樣 我當然是期待台中這一場應該也是辦得不錯 因為鋼山那一場是我跟陳清茂一起發起的嘛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柯文哲的陸軍是過了走水溪就沒有陸軍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高雄辦一場 那那一場我想大概就是先騎的大家就對柯主席的這種既定印象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加碼說是在台中辦一場 那台中我想台中市區有284萬人口 再加上彰化中張頭將近這樣子有將近400萬人口 我想這應該會更聚集更多的人來 那也大家歡迎那個12月30號大家一起來 決戰中台灣的意味嗎 當然啦每次的大選都是決戰中台灣啦 所以中台灣這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維你那天晚上是不是在大甲那邊有做過 對我個人12月30號在那個賈安普有一場造勢活動 那5點到7點 7點結束之後我還是會趕過來的 對對 不會因為我還是區域地委的還是我們地區的嘛 我是用區域的這樣的一個造勢 那大台中來講他應該是號召的是全國性 甚至中張頭包含全國性的這樣子的一個大家一起來相應 那因為陳清茂里長他過去就是挺韓大將嘛 那這個到底說對於這個韓粉的吸納程度 您個人怎麼看 呃大家有最近有在討論 到底是這個柯粉韓粉還有鍋粉 因為鋼山當時我們是因為就是山粉嘛 那也是我想大概大家都是愛中華民國派的啦 所以大家會聚集起來也是希望明年能夠正南輪替 那希望中華民國越來越好 好 謝謝 謝謝